中小学教师专案施打疫苗的作业21号展开 花莲市公所特别准备了海洋生存水提供给老师们饮用 同时也邀请乐团现场演奏 让老师们有愉快的心情接受疫苗注射 市长薇嘉贤也强调 任何疫苗都是有效的疫苗 希望大家能够尽快完成预约施打 同时防疫措施也不能松懈 戴口口罩勤洗手 不往人多的地方聚集才能确保健康安全 国中小学教师的疫苗专案施打作业21号展开 市长薇嘉贤在上午特别到场关心施打状况 并且感谢中华国小国军华联总医院全体人员的用心 让老师们能够顺利完成接种作业 非常谢谢教育处 那欢迎县政府 那让老师有一个专案可以施打 那中华国小的部分是 中华国小江校长在全全在负责相关的一个场地事宜 跟协调的部分 那欢迎施工所也在这个地方来做相关的协助 那除了一些饮用水的资源跟人力的协助上的资源 那还有倾效的资源 那我们还是要再次呼吁所有的好朋友 不管是哪种疫苗 只要能够施打绝对就是好疫苗 那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多多的施打 才能够早日让所有的覆盖率能够完整 那也期盼我们所有的民众施打完以后 还是一样要坚守防疫的原则 戴口罩勤洗手 那让我们的生活能够更安全更安心 花莲施工所贴心的准备了海洋深层水 供施打疫苗的老师们饮用 同时也邀请到在地优质表演团体 升职乐集 现场演奏古典音乐 让要打疫苗的老师们可以放松心情 市长温家贤表示 随着疫苗施打率提高 国内确诊病例获得控制 解封的日期即将到来 但还是呼吁民众 解封不表示可以放弃防疫 大家同样还是要戴口罩 勤洗手 避免出入人多拥挤的场所 做好个人防护工作才可以确保健康 借鲁慧欢市报道